林书豪的话题现在不管是哪个领域 大家都是热烈讨论 就连民进党要改选党主席 现在也被提出了林书豪精神 现在要选的人逐渐台面化 党内的大佬苏贞昌虽然还没有表态 不过党内的呼声很高 但是前考试院长姚家文是公开反对 他认为苏贞昌也要承担败选的责任 不能够为2016来铺路 前立委李文中则赞同苏贞昌担任党主席 同时他也认为蔡英文跟苏贞昌要合作才对 不希望这样的风暴蔓延 有党内的立委同志就搬出了林书豪 公开呼吁民进党内 现在大家要学习林书豪精神 5月底即将改选党主席 苏贞昌低调没表态 呼声最高自然成为民进党内话题标的 党内大佬台湾国家联盟召集人姚家文 公开反对苏贞昌当党主席 公开劝他说要选总统 就专心去选 因为党务跟选务搞在一起 对他绝对是不利的 因为党的立场跟候选人是不同的 有时候这样是冲突的 不过党内也有相反的意见 前立委李文中认为 就算苏贞昌不选也会求他来当党魁 还呼吁苏贞昌和蔡英文 不管私下再怎么不喜欢对方 都要学习敞开心胸互相帮忙 好小子前一天对上洪峰队 七连胜不幸中止吞败仗 赛后这句话让党内不少同志很有feel 林书豪确实是大家的好榜样 民进党当然很多东西可以自我检讨 但是民进党也不要妄自菲薄 民进党本来就有很多 可以跟林书豪媲美的故事 先检讨自己从自己做起 我相信每个人如果抱持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我相信未来民进党会更进步 会得到人民的信任的 党内立委管碧玲也在脸书po文 说尼克队在输多赢少的时候 没有互相指责而是更团结 支援民进党需要这样的林书豪精神 也就是说就算败选 民进党也要团结成功不必在我啦 林书豪现象发酵 也成了民进党的新政治哲学 三立新闻王彦均苏医生台北报道